欢迎收听东吴华语周记,我是Ada 你在学华语吗?想了解更多台湾文化吗? 东吴大学华语中心陪你一起学华语看世界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节日故事 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介绍华人社会里的传统节日 透过这个单元的podcast,你将会知道台湾人是如何过节的 有什么特别的节庆习惯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说到华人社会的节日,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农历新年了 什么是农历新年呢? 它跟西元新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我们说的西元新年是根据阳历 以太阳绕着地球走一圈为一年来计算 而农历又称作阴历 则是月亮绕着地球行走一个月来计算 总共12个月 我们这边先不谈阴历及阳历的详细解释 总之,阴历及阳历的新年 每一年大约会相差一至两个月 每一年的农历1月1日 大约会落在阳历的1月中到2月底之间 那么华人过农历新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呢? 首先要说到的当然就是年夜饭了 下周就是除夕 大家要吃年夜饭的时候了 除夕呢就是农历的最后一天 12月30日 那么什么是年夜饭呢? 年夜饭又称作团圆饭 代表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晚餐 这个就好像西方世界的圣诞节 平安夜 在这一天和家人团聚是非常重要的哦 讲到年夜饭 那一定要来说说这天晚上都要吃些什么菜咯 关于年夜饭桌上的菜 有一些必备菜单 比方说餐桌上一定会有鱼 为什么呢? 因为鱼跟华语中的剩鱼的鱼同音 配合这道菜鱼 有一句吉祥话叫做年年有鱼 代表着今年有很多东西都有剩鱼 我们华人社会希望每一年的生活 都是越来越富足的 不论是财富还是粮食 都能够多一些 所以鱼这道菜就显得特别重要 这边大家千万要记得哦 年夜饭餐桌上的鱼是不能够吃完的 因为吃完了就没有剩鱼了 留下一些鱼肉代表年年都有吃不完的食物 还有还有像是长得很像古时候的货币 元宝的水饺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道菜哦 又或者是代表年年糕生的年糕 大家也是一定会吃到的 吃了年糕表示大家的工作会越来越顺利哦 除了除夕吃年夜饭 大家有没有听过红包呢 过年的时候大人会给小朋友红包 或者说压岁钱 这两个意义其实不太相同 但是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其实传统上我们会称过年时 长辈给小孩的钱叫做压岁钱 发压岁钱的时间是在除夕夜的晚上 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呢 这个其中可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哦 传说有一个叫做碎的怪兽 这个碎字是一个出口的出字 再加上表示的事 这个碎啊 会在除夕夜的晚上到小孩子的床边 触碰他们的头 而这个被触碰到头的小朋友 会发烧会变笨 因此啊 每年大人都害怕碎会来伤害小孩 所以都会进行守碎的活动 就是指整夜不睡觉 有一年有一户人家在守碎时 用八个铜钱在跟孩子玩 玩着玩着小孩累了 铜钱也就搁在了床头 相传这天怪兽碎出现时 因为这铜钱发出了一道光 所以把碎给吓跑了 这个故事传开来 于是之后家家户户的父母 每年过年就会给孩子压碎钱 避免怪兽碎来摸到孩子的头 而带来灾难 如今久而久之 因为年碎的碎 与这个怪兽的碎同音 而又因为是过年发的钱 碎又有年的意思 所以这个叫做压碎钱 关于守碎这件事情啊 除了刚刚这个关于怪兽碎的小故事以外呢 除夕夜的晚上大家 守碎还有别的意义哦 我们现在说的守碎都是年碎的碎 守碎呢是指除夕夜的晚上 大家要过了午夜12点才可以睡觉 有象征过去一年不好的事情都将过去的意思 希望来年平平安安 特别是小朋友 孩子在除夕夜守碎 有让父母长寿的意思 在台湾平常小孩子是要很早睡觉的 只有在除夕夜这个晚上可以晚睡 所以通常小孩子都会很开心 加上过年欢乐的气氛 全家人就这样热热闹闹的迎接新年 华人的过年有许多习俗 从除夕开始一直到农历 1月15日过完元宵节才算真的结束 关于元宵节的故事 我们就之后再聊吧 东吴大学华语中心在这边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都能够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感谢大家收听东吴华语周记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想听的主题 都欢迎在东吴华语中心的instagram 或者脸书专页上留言告诉我们哦 东吴华语中心每周会推出新的内容 不论你是想要学学华语 听听故事 或者更了解台湾 那就记得准时收听东吴华语周记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周见